我是黃漢克 歡迎來到宅速配電玩戰情勢 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 被電玩耽誤的政論名嘴陳小健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平安喜樂 God bless you 資深大數據分析師艾德華 主持人好 觀眾好大家晚安 我們電玩計程員工宇洋居士 謝謝漢克 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這之前呢 其實大家已經看過很多相關新聞了 最近最大的新聞是什麼 我們新冠病毒 就是我們的簡單來說就是那個肺炎 肺炎大家都知道 大家最近可能出去都要戴口罩啊 量體溫啊 這個大家講都不想再講了 其實這對我們遊戲業其實是影響非常非常大 這點大家可能不知道 到底影響有多大呢 這疫情到底會持續多久 讓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這波新冠肺炎的疫情 真的是大大的影響了遊戲產業 不少活動都因為疫情不是延期就是停辦 像是台北國際電玩展就延期到6月 國際級的GDC2020遊戲開發者大會 也因為疫情取消 哇 這麼多東西要演啊 那玩家不是實體展啊 電競比賽都不敢去了嗎 這是不是有什麼陰謀論呢 小劍你怎麼看 唉 這是肺炎疫情對於遊戲業的影響啊 我簡單四個字 四個字 四個字 哀鴻片也死傷殘重啊 可是小劍是八個字啊 唉 主持人不要打斷我 這是我的時間 你知道嗎 這個遊戲延期對玩家來說 你就只是玩一點玩到遊戲 遊戲終究會上嘛 但你知道遊戲公司多慘嗎 這些開發的成本 營運的成本 行銷的成本 錢都不用賺了 錢都不用賺了 我跟你講 台灣有一個手遊大作 本來要在今年電話上市的喔 你知道嗎 手遊現在還有大作喔 很驚訝吧 這個遊戲呢 這個遊戲什麼名字我不能講 什麼 現場呢 除了我跟羽王軍事之外 還有第三個人知道 但第三個人呢 我不能講 除了剛才主持人Hank 提到的那些活動演技之外 我手上還整理了一堆活動演技 來主持人幫我一下 還有這麼多活動 活動可多了呢 這個 鬥星 打PK幹嘛 這個是一個在台北舉辦的 格鬥遊戲比賽 是 就直接取消了 直接不辦 下一個 下一個是 卡普框的快樂 有個巡迴賽 也直接取消 直接取消 直接不辦 有在關心遊戲的都知道 GDC遊戲開發者大會 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 也延期 因為很多廠商都策展 不敢來參加了 到現在延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不知道 下一個 有沒有聽過鐵拳 有 東京鐵拳大師巡迴賽 也延期 鐵拳 好 如果你覺得我們上面講這些 遊戲可能都太老的話 下一個我敢保證你絕對聽過 寶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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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可夢在美國的一個實體的活動 類似社群日的活動 也延期 因為大家不敢來參加了嘛 怕這個肺炎疫情嘛 最後一個 你知道台灣現在已經有 不要講台灣 你知道這世界上現在已經有多少 沒有線上遊戲的嗎 日本要開發一個線上遊戲已經很難得 結果因為這次肺炎疫情 封著延期 是 對 所以由此可見 這次肺炎疫情對於遊戲 影響非常的大 損失慘重 等於說他們錢都不用賺了嘛 這些活動沒了 等於說他們本來可能今年第一季要賺到個兩千萬 就因為這些活動沒了之後 直接都沒有錢了 這樣他們員工要怎麼活啊 怎麼辦 那關於這點呢 我們等花怎麼看 其實也不用把事情想得太差嘛 現在線上公屋這麼方便 有必要出門嗎 你網購網路購一購 你什麼東西都送來你家了 連吃的也不用出門 FuPanda UberEat買一買 信用卡刷一刷路耶 這品牌名稱不能提啊 不好意思 這不能提是不是 那我再跟他也配一下 這有NCC的問題 你是今天通告費也別人買了 好啦 魔法小卡刷下去嘛 你說你沒有魔法小卡 刷爸爸的 刷媽媽的 刷哥哥刷姐的 再沒有你刷男朋友刷女朋友都可以嘛 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啦 哇還有數據 沒有錯啦 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最近的Steam的成長 因為那個新冠肺炎 你看那個Steam 它的最高同山人數可以到達1800萬人次 詳細的數字是1880萬又1944人 這等於是比沒有肺炎的時候還要高 沒有錯 就整個大幅度的成長 大家在家裡玩遊戲 沒有錯 你可以看到這個曲線圖 這個藍色波浪的曲線 是一直往上成長的趨勢啊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第二個數據 這個CSGO CSGO 大家都在玩 對 同山人數到達87萬6575人啊 這是有史以來最高啊 又衝個新高 沒有錯啊 這個是不能騙人的啊 這個是推特截圖啊 這邊可以看到 這都是寫英文的啊 這都是真的數據啊 實際實在在資料啊 這樣說起來好像跟小劍講的不太一樣啊 就是 就這麼多數據層面的東西來看 好像也不是所有遊戲業的人都非常吃虧啊 有些人像是剛才提到CSGO 人數飆漲 這樣數據來看 他們其實遊戲開發商蠻開心的 這跟剛剛小劍講的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啊 這個主持人啊 對於剛剛這個數據分析師是不是 他的評論我一樣 四個字評論啊 又是四個字 不知所云胡說八道啊 真不知道在講什麼嗎 我真的以為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在台灣控制的蠻好的 結果沒想到我這隔壁是做一個講廢話的肺炎嗎 來幫你消毒一下 不知道在講什麼 什麼的數據分析 有沒有實際走去遊戲業看一下 這個情況有多慘烈啊 我先糾正你一下 你剛剛說四個字 你剛剛又講了八個字 然後我剛剛沒有說過那種話 那個 你剛剛就是一直拿一堆手板 我還以為你是股票分析師 回去看一下重播 自己一直在講什麼數據人數同上新高什麼的 完全沒有看到這個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每天在那邊大數據雲端 你有走下基層來看過嗎 我們現在是走科技的時代啦 那我們這樣講求的是數據的準確性啦 那這些都是大數據整理出來的結果 我相信這個準確度是百分之兩百啦 你看開口閉口永遠都是數據 永遠都是分析 那你有自己去排過口罩嗎 你知道這個實際運作情況是怎麼樣嗎 你知道這個遊戲業已經有人在放無薪假嗎 這個你知道嗎 我口罩我都網購啦 我又是幾家歡樂幾家醜 真的是 我是真的覺得以後可以不用發這種來賓的 講話沒有什麼建設性嘛 我跟你說一下 那個劍先生抱來的時候 你剛剛講話的時候我都沒有打斷你啦 那我現在在講話的時候也希望你不要打斷我 說話的時間 他現在是說叫我不要插他嘴嗎 OK好啊 那都給你講 你很會講都給你講 那我口罩戴起來我不要講 都給你講 好那我們先回到這次主題齁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回來 歡迎回到電玩戰情室 講到新冠病毒齁 所有玩家可能人心惶惶 大家所有展啊 什麼實體活動啊 都沒有辦法去 遊戲都沒有辦法賺 但剛剛我們的數據分機師好像有提到 對於我們遊戲業來說 好像不至於所有東西都是壞事 對啊其實很簡單嘛 你看大家都沒辦法出門 就在家玩遊戲就好 遊戲公司開心 你在家玩遊戲也更開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當年啊 這個疫情也是相當嚴重的 SARS嘛 SARS2022年的時候 沒有錯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SARS疫情啊 在這個Q2遊戲淡季的時候 遊戲業績不降反身 不降反身 沒有錯 怎麼了 來你看 遊戲產業在那個時候的業績成長了 一到兩成之多 哇觀眾 直接比沒有病毒的時候還多 對沒有錯 來自貫科技表示啊 他們那個時候 自貫科技轉投資的遊戲新幹線的 先進傳說online啊 在那個時候登上線人數是上漲的 上漲的 對沒有錯是上漲的 那我們再來講到 大家都在家裡玩遊戲嘛 對沒有錯都在家裡玩遊戲 那我們那個時候 SARS疫情中國也相當的嚴重啊 中國那個時候呢 那個自貫旗下的中華網龍啊 金庸情狹狀online啊 在大陸地區的登陸人數也是在上漲 沒有解喔 對沒有錯 不過這邊啊 我要補充一個 當年遊戲股股價最高峰的時期 其實是在無薪價的時候 甚至呢有一隻遊戲股還成為一代股王 那時候啊 業界有一個很好玩的八卦啊 叫做 呃 那個公司的員工啊 團購雙B名車 但是呢 根據我在遊戲公司的臥底跟我表示啊 其實 到最後 只有買一台 只有買一台 對而且那個本台就是要換車的 並不是因為這個股價上漲 賺了錢 所以才換車 那講到這麼多啊 我記得最近有一款遊戲對不對 對沒有錯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數據啊 來大家看到沒有 這一個數據 來 排行第一名的這個遊戲啊 八年前就推出了 現在又擠到排行榜第一名 來我們看一下是什麼遊戲 來 瘟疫公司有沒有看到 瘟疫公司 最近都在講這款遊戲 對沒有錯 瘟疫公司 那瘟疫公司呢 這遊戲已經推出了八年 它的總下載次數 已經來到1.2億次下載量啊 我就聽說它是最近突然一個暴增的 沒有錯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遊戲 反而又再吵一波起來 那遊戲公司可就笑呵呵了 對沒有錯 你看這個排行 這個App這個不能做假了吧 這怎麼騙人啊 你看這個排行榜 App Store排行榜第一名 有沒有看到 大家都跑來玩這款遊戲 想要趁個流量嘛 講到國際間的議題 好像日本對於這件事情 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看法 對嘛 你看剛剛那個也是在消費嘛 遊戲也是在為了賣遊戲 然後去消費這個疫情的問題嘛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這個數據 這個日本的部分 因為日本現在疫情也相當嚴重 擴散的非常快 幾乎是擋都擋不住啊 如洪水般滔滔不絕而來啊 來你看日本政府怎麼樣 停課啦 停課令辦下去啦 都看少年Jump 快樂快樂月刊 全部都免費觀看 讓小朋友都在家裡 不要出門看漫畫 所以我們的觀眾也是一種福利吧 對如果你看這種日文 你就可以直接現在去看免費的 來你看這個都是當紅的漫畫 這邊都是數據啊 推特這邊都在截圖在這裡 都沒有辦法騙人的 哇講到這麼多問題 先撇除好的方面問題 剛才我們講到很多壞的 有講到很多好的 但我覺得最大影響的就是 喜歡出門的這些玩家嘛 喜歡去看展 喜歡去看電競比賽的 這點的話我們的電玩計程員工 宇洋居士是不是想講一些話 謝謝Hank 德華我跟你說啊 你不能只看到遊戲公司賺錢好的那一面 其實整個遊戲產業受害是很深的 這個我插個嘴 宇洋居士你平常不是在算鳥掛跟這個 研究酒店文化嗎 怎麼今天跑來上政論節目啊 因為前陣子情流感 我那個可愛的鳥就這樣走了 所以還是要上一些政論節目 賺點通告費嘛 我前幾天不是才找你去算嗎 怎麼鳥就沒了呢 這個情流感真的是很嚴重啊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平板上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香港任天堂 任天堂 對就是任天堂 又是任天堂 沒錯沒錯 在2月6號發的公告 公告上面寫什麼 來喔你看喔 受到疫情的影響 在這個中國工廠生產的 任天堂Switch主機 任天堂Switch主機 還有Joycon的一些周邊設備 健身環嘛 沒錯沒錯 造成無可避免的影響 甚至什麼 甚至處於貨源短缺情況的健身環大冒險 也要延遲了 全部延遲 你說這個延不延遲 你說這個延不延遲 延期 對啊 任天堂呢 世界級的大公司呢 都因為這個肺炎發公告 你說這個不嚴重嗎 還有啊要講到這幾年非常非常火紅的電競產業 這個更是中傷害 大家都知道嗎 電競產業要什麼 要觀眾 要觀眾 要比賽 沒有比賽怎麼辦 贊助商就沒有曝光的機會 對不對 沒有比賽就沒有熱情的粉絲來加油 環環相扣影響 對啊 沒有比賽那這些電競團隊要幹嘛 好死不瘋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來我們看一下齁 來看一下最左邊這一位齁 這個很漂亮的小姐 這是金錢爆的小紅派 沒有沒有這個是這個是韓國人 韓國人 韓國人 可愛餒 可愛是日本話 不好意思 叫做記憶 記憶 這個是誰 這個是英雄聯盟LCK賽區的你主持人 叫金敏兒 發什麼事啊 他 在2月下旬的 欸不對 這個要先講一個東西啊 就是 雖然LCK賽區現在是停賽 不過呢 他們之前呢 是打完了一輪的比賽 才停賽的 那之前比賽怎麼打呢 叫做閉門比賽 就沒有觀眾的比賽 對啊 你看 現場沒有觀眾 沒有人幫你加油 沒有人幫你站聲 沒有人在那邊喊那個什麼 納杜瑟SKD fighting 都沒有 那個比賽有多冷清 有多難看啊 不是嘛 閉門比賽 就在家裡 online 在家裡看 在家裡買東西回來吃 在家裡吹冷氣 不是很好嗎 信用卡一樣掏出來 一張卡全部解決 我這樣講這麼多 我比較好奇 金小姐到底是什麼 沒關係 我們回到金小姐身上 金小姐呢 在2月下旬的比賽 突然間中途離席啊 為什麼 因為他感冒 因為他體溫過高 結果呢 馬上去醫院檢查 當天呢 其實官方就已經講了 LCC官方就講說 所有接觸過的人 居家隔離 這樣比賽也都不用打了吧 對啊 還好還好 這個隔天呢 檢查結果出來 只是單純的 身體不是感冒而已 你看 如果今天他真的是 新冠肺炎的話 你主持人會不會接觸到這個 主播賽評 那可就危險了 對啊 會不會接觸到工作人員 還有粉絲很多啊 還有粉絲 會不會接對啊 中場採訪是不是要訪問選手 那如果今天真的 萬一他是新冠肺炎 講難聽一點 LCK就不用打了啊 更不要提什麼 延到7月的MSI季中的邀請賽 我甚至連S10 世界大賽 大家都不要打了啦 都不用打了 哇 所以以上這些呢 可能就是我們遊戲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 有些可能是好的 有些可能是不好的 好的當然是我們家裡學習嘛 壞的當然是我們家裡去避免嘛 所以在整個防疫的過程中呢 最終最終還是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度過這次的疫情 大家在家裡打遊戲 可能出門記得佩戴口罩 那我們的宅速配 今天的電玩戰情室呢 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感謝現場所有來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大家看見 還好 我們下次見 防疫廣檬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並沒有 真